在四川德阳市津阳区一家机关食堂内 有一位厨师不仅能切菜颠勺 还能一丝不苟的在餐桌上创作国画作品 他就是50岁的王志 9月23号 记者来到王志所在的食堂 此时的王志正准备着五间同事们的菜肴 窗口贴出了独特的星期三菜品 王志向记者介绍 周一至周五的菜谱是他利用工作之余画出来的 并且绘画的菜品内容都不重复 据了解 王志画国画已经有八年时间 一开始画得并不好 但是他没有放弃 闲暇之余常进行钻研 慢慢有了进步 再到现在有了一定的功底 谭吉为何想到用国画画菜单 王志表示 就想把爱好与工作相结合 没想到起了效果 因为刚开始我在这儿市场来做菜 我每天要练习画画 每天要练习画画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早上有点空余时间 我就把这个菜谱把它画出来 画一个更自观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吃个什么吃 萝卜烧兔啊 画个萝卜画个兔子 然后他们就感觉 一看就晓得今天吃兔子了 然后他们就感觉 非常 每天不一样 他们觉得非常舒服 大家一看就晓得今天吃什么东西 王志说 这个画菜单他一干就是五年 前来吃饭的同事们 也都对这样的菜单赞不绝口 他们感觉 哎呀 好幸运哦 这个东西特别幸运 一看每天一画上都晓得今天吃什么东西 而且他们那些手机啊 拍点这些画画朋友圈啊 这种那就多高兴 我们吃饭也特别有意思 那个我们这个师傅到我们这儿以后 我们的环境就看了就很不一样 每天我们来以后呢 就上面那个菜单呢 他就是有话 就告诉我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 吃饭以后 就是我们不是要收盘子那些吗 他就有一些什么光盘行动啊 提醒我们应该就是吃完东西 就是要把及时收盘子 要光盘行动 美化我们的环境 就是让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很愉悦的心情 看到大家对自己画作特别满意 王志也感到非常开心 他表示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不断进步 为大家创作更好的菜单出来 我感觉只要大家高兴嘛 然后把这个花 菜啊 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件事反正 自己感觉很非常高兴 只要他们觉得大家都高兴 我也就高兴了 谢谢啊 大家可以 我们来看 我们去世面 我们我们去世面 我们去世面 我们去世面 我们去世面